首先来关心就是我有帮宏都拉斯目前计划要跟我方来断交 昨天是他们的总统卡斯楚在推特上说的 不过最新宏国的外交部长也接受专访 直接挑明说是因为我方拒绝增加经济援助 所以寻求跟中国大陆来进行建交 我们要请教慧云这里头还有什么内幕消息吗 好没有错 这个是宏都拉斯呢打算与我国断交 并且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那真实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宏都拉斯的外交部长在接受他们当地媒体的专访中强调说 其实原因呢就是因为经济上面的考量 他说宏都拉斯有向台湾这一方提出要求 是希望能够把每年五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加码 加一倍加到一亿美元 也就是说每年要我们给他们一亿美元 另外呢就是目前积欠台湾的六亿美元的债务 希望我们够重新考量 意思就是要增加金元并且要我们减债 但是提出这样的要求之后 迟迟都没有收到台湾这一方的回应 他们才转而寻求到中国大陆这一方 所以他们说呢 其实宏都拉斯是因为现在真的是债务太高了 债务总额约两百亿美元左右 在这样的考量之下呢 他们必须要来和中国大陆寻求外交上的正式关系 那么他说这是务实考量不是意识形态的选择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这边也有很多的反应跟研究 包含就是说有针对拉美关系的智库表示说 事实上宏都拉斯要求提出的这个金额呢 台湾并非是拿不出来 而台湾在这个地方所花的钱呢 也不一定是说中国大陆一定超越这个金额 而是说我们双方给的援助的用途目的都不一样 像是台湾比较倾向做的是科技和教育 但是呢中国大陆很愿意做的是帮助当地的国家 提供他们贷款来新建一些基础的建设 像现在宏都拉斯许愿的是水电站 那么呢美国国务院这边他们也强调说 他们要提醒宏都拉斯政府的就是 中国大陆在这边开的支票 未必是全部都可以实现的 这是他们要提醒宏都拉斯政府的地方 另外呢美国也有一名参议员卡西迪 他就发文表示 如果宏都拉斯和中国大陆真的正式建交的话 那就是他们更加倾向中共了 但是呢这同时世界是在远离这样子的态势 那也是美国的警告 好宏都拉斯的外交情况如何 这一两天或许也是一个关键 我们会持续带大家来关注 好看完外交我们接着还是要来关注财经 除了美国之外 现在瑞士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也爆危机 连带影响到美国道琼的指数 一度重挫超过700点 要请问慧云这中场有拉回吗 那稍早的台股有被影响到吗 好事实上呢 大家原本以为说美国的银行危机 可能稍微缓解了 但是没有想到在昨天晚间 又有一个最新的未爆弹 是瑞士的瑞士信贷 那瑞士信贷是指出说 他们的财报已经坦承了 这一两年内部的控管有重大的瑕疵 另外还有就是他们的最大金主 沙烏地阿拉伯的国家银行 他们坦言因为监管的问题 所以他们益助的金额是没有办法再增加了 那么有可能是出现资金缺口 资金流动性的问题之下呢 所以瑞士信贷昨天在欧股一开盘的时候 瑞幸这支个股的大跌超过24% 那么连带的呢也拖累了银行类股 还有整个欧股都大跌 所以也让美股道琼昨天一度是跌升超过700多点 那么还好最后呢是瑞士央行 他们出面救援了 他们承诺说他们愿意支援瑞幸 所以在这个瑞士央行的救火之下呢 道琼的跌势是有收敛了一点 最终收盘是下跌超过280点左右 那么纳斯达克呢还黑翻红 所以整个银行类股呢 看起来是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的状况之下 那么现在最新的进展是 瑞士央行呢已经援助给瑞幸这边 有540亿美元的贷款了 所以呢其实也可以初步了解到 瑞幸短期内的资金流动缺口的危机 可能就有超过大约540亿美元这么多 好另外要看到就是呢 在欧洲美国的银行危机连环报的状况之下 会不会影响到美国联准会下个礼拜的升息决议呢 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有可能了 尤其呢原本投资人是预估说 可能原本升息两码的幅度要降回到硬码 还有现在呢很多声音是指出 联准会可能因此这个月不会升息 不过当然这个后续的发展 我们还要持续带您关注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